68歲的周潤發發哥19日再次出戰馬拉松 參加了中國銀行香港首屆港珠澳大橋 香港段半馬拉松比賽 還完成了他的首個半馬比賽 順利跑完約21公里的賽道 以2小時27分56秒的成績衝線 一早天都未光 發哥就已經起身準備出發去比賽 首場比賽在早上7時40分明槍開跑 發哥完成賽事後接受訪問 被問到跑半馬累不累 他就說 每天都跑的 但我跑的時間不多 即是5K 有時7K 6K 即是一個小時內都可以的 那你就當強身健體那樣 不做演員做運動員都沒有